我的父母亲 他们都是在殖民地的台湾长大 这本书好像解答了我心里面 很大的一个疑问 我从小常常很喜欢听他们 年轻的时候 喜欢听这一段 我自己并没有加入 可是它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历史 我在我父母亲的口中 感觉到有两点是很疑惑的 一件事情是 他们对外省人 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 居留和李奖的棉被冰 也是他们当时就是回到母国的时候 好像既失望 然后又理所当然的 觉得有一些瞧不起的感觉 但这种情感是很困惑我的 因为当我听到我的母亲说起 她在高雄女中的李化老师 曲忠尧老师从西南连大来 又好像是她心目中最完美的女性 我一直到读完 我一直到读完居留和 我觉得我才懂得 事实上 我的父母亲跟齐邦元先生 他们的一代的年轻人 同受的是一种国难 只是隔着海峡的两岸 于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 对母国的情怀 对国族的感情就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这个是我读这本书里 一件让我很感动的事情 我觉得我从里面 体会到根的感觉 我相信读过《聚留和》的人 都会很感动教育这件事情 而且这个教育的爱呢 是两层的 第一层是作为青年学子的 齐老师他们那一代的人 在八年辛苦的抗战里面 他们仍然受到那么好的教育 所有的人把他们当成 最重要的未来 但书到中部以后 你就会看到这种爱 已经在齐老师身上 转化成他在台湾耕耘的教育之爱 第287页的尾声 他描述他当时来到台大 接受一年助教的工作的时候 他说 爸爸给我买的是来回的双程票 而我尽将埋伏台湾 这句话引出了下一张的开头 但是我觉得更引出了他这一生在台湾对文学过种的爱 台湾文学的定义 以及台湾文学的发展 所有真实的面在聚留河里已经叙述得非常地详尽 所以这本书很奇妙地对我来讲 它不是一个讲述历史的书 它同时就把一个文学发展史那么自然地一下子教会了我 而且让我觉得我要更关怀着整个历史的发展 对于我们需要了解近代史 尤其是自己身处环境的历史的人 说过这本书应该是一个最大的遗憾 正常人是在《荒雪座中性里面》 这样 massive的名字 比格前面